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药文 在北京外交部证实中国公民樊金辉 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并且残忍的杀害 法案人宏磊就说 中方景象遇害者表示哀悼 向遇害者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中国政府对这样泯灭人性的暴行 给予最强烈的谴责 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于法 洪磊又说 樊金辉被绑架之后 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牵挂他的安危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 向方设法开展营救工作 但是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知和道德的底线 仍难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行径 外交部指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力恐怖犯罪行徒动 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法国宣布基于安全的考虑 在本月的29号到下个月的12号 也就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一天和结束后的第一天 禁止在巴黎以及其他城市的公共道路上游行 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就形容这是艰难的决定 会令到一些希望参与大会的人感到失望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这是为了保障安全而必须做的事情 法比尤斯又说气候变化的问题 需要社会各界广泛的参与 强调禁止游行的决定 并且质疑这个原因 他指出大会原本计划举办的300多场活动 论坛以及会议会如期继续举行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向国会提交了年报 关于两岸的部分 报告指出两岸在过去的7年关系稳定 但是随着明年台湾大选的临近 加上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在民调中的领先 认为两岸关系可能面临重大的转变 报告引述增加认为大陆担心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旦是当选 即使他对台海的事务采取务实的态度 并且支持维持现状 但是可能会朝着法理独立的方向前进 报告结论表示 未来北京会如何处理与台北的关系 仍然是未知之数 两只年幼的血尸的冰封尸体较早前 在俄罗斯境内 位于北极圈以南的乌阳迪纳河畔 一处洞土带被发现 估计冰封至少一万两千年 两只幼尸的遗体大小是与家猫相弱 相信出生之后只存活了一到两周 毛发 虚 两只耳朵仍然是存留的 科学家就形容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同类样本 血尸相信是属于现今狮子的祖先 估计在冰河时期绝种 科学家将透过两个样本 使了解幼尸的死因 继而推断冰河时期的环境 一名男子星期日在屯门尼围被杀 怀疑涉案被捕的42岁越南裔的疑犯 早上被带返 离为重组案情 疑犯被黑布蒙头 锁上手铐 不要间有锁和铁链 由数名重案组的探员 押到怀疑涉案的单位之外 怀疑的疑犯翻译协助之下 回答了探员的提问 之后便进入了单位协助调查 警方用摄录机拍下了重组的过程 案件发生在星期日的清晨 一名58岁的男子被发现昏迷倒卧 在尼围一间村屋之外 井上有伤送往屯门医院抢救之后不治 警方怀疑失资者的村屋 与人争执之后预袭 两日之后在屯门拘捕了一名义犯 关注完要门我们来看一下千恩股市 今天的整体情况 美联储公布了10月会议的记录之后 美国似乎笃定会加息 不明朗因素消退 美股上涨247点至17737点 港股今早高开235点 暴在22423点 瞬间收复了50天线 不久曾经高见过22559点 再破10天线 全天在高位是载幅的波动 收盘是暴在22500点 上涨了312点 升幅为1.4% 国企指数高开124点 暴在10179点 全天高位正党 收盘是暴在10193点 上涨了138点 升幅达到1.4% 重磅股普遍的上涨 汇控升1.5% 暴在62.05分 中移动升0.7% 暴在90块9毛5 腾讯升1.1% 暴在153块1 港交所跌1.4% 暴在208块 巴克莱因为外汇的交易操作 以及对待外汇的客户不当 被纽约州金融服务局 罚款了1.5亿美元 纽约监管当局就表示 发现巴克莱一名常务董事 曾经命令职员 在被客户问及有关外汇交易问题时 以胡弄唐塞应对 当局还要求巴克莱 解雇一名未知名的高级职员 与该行全球外汇交易电子系统有关 该系统在收到客户落单指令 和巴克莱执行交易之间留有间隔 巴克莱曾经借此取消 可能导致该行亏损的落单指令 汇丰亚太区顾问梁兆基被问到 美国联储局汇否在下个月加息时就指出 相信美国未来加息机会很大 但是认为即使加息 幅度也是温和以及一次性 并且估计其后 联储局要观望一段很长的时间后 才会做出进一步的决定 他表示本港流动资金充裕 除非加息导致了大量的资金测出香港 否则假如美国加息四分一离 香港未必要跟随上调息率 又认为市场已经差不多消化了加息的影响 估计加息对香港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另外梁兆基又指出 个别银行可能因应业务的需要要裁员 但是未见整个银行业有这个趋势 虽然经营环境有挑战 但是业界未至于有很大削减开支的需要 强调香港失业率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日本央行结束了货币政策会议 以8票对1票通过了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承诺以每年80万亿日元的速度扩大基础货币 其中投反对票的审议委员木内登英就提议出 将每年的国债规模削减至45万亿日元 并且提议根据有弹性的物价目标 必要时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资产购买以及零利率 央行声明指出 虽然出口和生产受到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影响 但是日本经济仍然在温和的复苏 央行又维持对日本经济的评估不变 阿里巴巴在港启动了创业者基金 集团执行董事副主席蔡崇信就表示出 本港属于较小型的经济体 企业要向外拓展才能够保持增长 期望新设立的基金可以帮助多元化的行业 她指出将以股权投资形式进行 投资比重不多于50% 让初创的企业有更大的创新以及发展的空间 又强调阿里巴巴不会收购参与计划的企业 阿里巴巴早于2月公布了成立有关的基金 现实正式的启动 步伐是符合集团的预期 申请企业需要加入集团或者旗下生态系统的至少一个平台 被问到会否局限企业创新 蔡崇信不认同有关的看法 她指出旗下的淘宝以及天猫的客户群 是非常庞大 可以为参与计划的企业提供很大的资源 帮助他们发展 基金董事局的成员之一 陈志思就说本港现实面对的经济问题 本港企业欠缺跨境营商的能力 难以进一步发展 期望更多大型的机构协助企业创业以及走出去 另外基金计划每年为本港大专院校的学生 是提供了200多个的实习的机会 明年初将到各院校举行检部会 3月进行征选 那么年终开始到内地稀释 好了关注的时候要为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27度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晚大致多云 好了今天的新闻树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